大家好,今天網友拍到經過永利澳門旁邊有幾部旅遊巴拍攝 大批內地旅客下車真是很虛陷,很多人 但走完出馬路不太好 看到有很多支導遊旗,看來有很多團 都是慕名而來看這裏的吉祥鼠 其實過了7月中以來澳門進入暑假的旺季 根據統計局資料,今年7月入境旅客共有3021,189人次 按年升了9.5% 跟6月比較,直接升了18.4% 福地19年同期的8.5%左右 不過暑假不多客,難道何時多客呢? 早前警方打擊換錢黨,大家都擔心會影響賭收 不過根據投資銀行花旗分析師說 澳門近期打擊非法對面活動 並未影響利潤豐厚的高端中場 他們說來自中國內地玩家的需求 在8月依舊非常強勁 在星期一,昨天發表一份報告 花旗分析師透露 根據他們最近對澳門綜合度假村的訪問觀察 高端中場投注量,無論是安年還是安月都顯著增長 並且他們觀察,看到有25名大額玩家 每手下注高達60萬港元 一口推60萬,有點像賭神裡的橋段 這個客人出現在新豪天地的Jerland Palace 還有朋友坐在旁邊 而他老友每手下注40萬港元 怪不得新豪最近扭規為營 花旗說這種情況發生在澳門政府 決定將賭場內的換錢檔刑事化之後 意味著大多數玩家仍然可以通過合法的渠道 將資金轉入澳門賭場灑落 分析師說8月在季節性上通常是訪澳旅客最多的月份 而歷史上來看8月份的博彩總收入通常由玩家的數量推動 即是以量取勝、人海戰術 本月遊客數量同比增長四成 可能意味著更多休閒型的高端中場玩家的回歸 花旗還說澳門銀河在他們對高端中場調查中 繼續排名第一 總投注量的市場佔有率大約2.9% 相比7月份的大約2.5% 還升了4% 這麼好的生意 怪不得銀河上半年賺了幾十億 還派中期息 花旗說得這麼好 看來我們都可以期待一下8月份的賭收 可以挑戰200億 好這集看到先 記得上之前 記得訂閱大家